现年86岁的瓜丁玛拉前独裁者李奥斯 他被控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连日来出庭受审 而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奥斯同年出身 他也被指控相同的罪名 国际人权组织认为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远远超出了肉体上消灭 是对人类良知和人性的毁灭 除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之外 国际司法应该增加一项前所未有的迫害两制罪 对江泽民进行全球公审 据人权观察消息 正在维地玛拉法庭受审的李奥斯·蒙特 涉及15次大屠杀 导致1771名伊希尔土著死亡 国际关注李奥斯案的同时 也注意到另一个极为相似的案例 江泽民案 江泽民一手发动镇压法轮功政策 导致至少3645人被迫害致死 是李奥斯案死亡人数的两倍 其活摘盗卖人体器官罪行前所未有 他的残暴远远在李奥斯之上 从2000年至今 江泽民及主要迫害法轮功的犯罪同伙 已经被控以酷刑罪 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在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起诉 增加法轮功不是一个一般的形式罪行 反人性反人类呀 滔天血债呀 是一定要清算的 是违缓地球上人类的一个普遍的人性 普遍的价值观 公审江泽民意义昏尝之道 法轮功人权组织发言人陈施仲认为 现有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都不足以来描述江泽民和中共 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 2006年3月起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不断曝光 震惊国际社会 2012年8月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公布调查录音 再次证实中共军队 警察 政府机构相互勾结 与各地劳教所 监狱 医院 合伙盗卖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 陈施仲指出 活摘移植器官是整个迫害中 最为邪恶的罪行 然而对于所有参与执行与迫害的每个个人 他们都是在江泽民和中共的胁迫下 泯灭着自己的良知与人性 他明明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 他是因为这样的功身体是好的 也是法轮功他本身是好的 中共最为恶的目的就是要强迫人放弃良知 他是一种迫害良知罪 没有比迫害良知罪更严重的罪行 因为他要抹杀的 他要毁灭的 是人性最根本的东西 他这个犯罪不是针对全人类的吗 韦蒂·马拉前独裁者李奥斯·蒙特公开受审期间 受害民众执政控诉 法庭当场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而对于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的暴政 近年来全球公审江泽民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将来不仅仅是中共人要审判江泽民和中共 犯下那个罪行 而是全人类都被在这场审判中认真地认识 这场邪恶 中共和江泽民 他利用了经济引诱别的国家 这场邪恶 视若无睹 不表示反对不准的谴责 这个也是他妄害良知 这个一部分是用经济来收买了 别的自己国家和政府的他们的良知 他这场罪恶是全球性 是最邪恶的 新唐电视易如采访报道